现在你看到的就是全新一代的 Mercedes GLC 300 Formating AMG Lite 马来西亚的售价是 429,888 令吉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全新大开关的 GLC 特别的点在哪里 就是 GLC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C-Class SUV 版本 上一代的车型采用的是非常成熟大气的外观设计 而在新一代的车型跟 C-Class 是一样 因为他们同样的是采用这个韩国的首席设计师打造出来的外观设计 所以看起来它的外观设计是非常的韩国奥巴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头灯组的设计的话 除了白色的 LED 之外 它内部的灯源还有蓝色的 LED 光条做点缀 非常的时尚 另外这个水箱护罩非常的巨大 你仔细看它的细节的话 其实里面一个一个的小星星 都是 Mercedes-Benz 的 Logo 然后这辆车也采用了全新的后驱平台打造 它的轴距达到了 2888mm 已经超过了 D-Segment 的范围 所以可以看出这辆车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它的车程长度也超过了 4700mm 所以开起来就是有那个霸气的感觉 由于这辆车是 AMG Lite 的关系 所以它配备的轮圈同样也是 AMG Lite 的设计 双色而且是多幅式的 这样子洗车都可能洗到你啥 但是没有关系好看就好了 当然轮圈配备也是20寸的轮圈 后面更换轮胎的费用可能会有一点点高 但是同样的好看就行了 你可以发现到新一代的 Mercedes 都比较喜欢圆润的设计风格 像这一个尾翼也是比较圆润的 然后整个微灯组也比较圆润 看起来非常的丝滑 当然这个 LED 微灯组内建的同样也是 3D LED 的尾灯 然后下面还有双出排气管 中间有一条 Piano Black 当然它有这个电子磁罚 然后自动开启的尾门 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尾箱的空间 其实还算平整 然后在左右两侧还有这个 Button 你可以一键放倒这个椅背来放更多的东西 当然打开这个杖板之后 你会发现到它下面是没有备胎的 但是这个不是要不是重点 因为它在后面呢 它是有配备一个这个 48V 的混合动力电池组 但是我发现到 它好像没有给打风机跟普太机 所以可以的话大家自己买一套放在车上以防万一啦 然后如果你想买的话也可以点击下方的影片 因为我们的 Auto Toyota 卖也是有卖这个打风机跟普太机啦 在引擎的部分呢它只有2.0公升的涡轮这样 引擎匹配这个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原厂表示这个混合动力系统呢 是第二代的 ISG 所以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啦 它的最大把力表现是258HP 峰值扭力表现400Nm 匹配的是 9Gtronic 变速箱 也就是9速的自拍变速箱 同时有 4MEDIC 的四轮传动系统 所以这辆车的循迹性是不错的 而且它还具体一定程度的越野表现 所以这辆车很适合户外活动 如果你很熟悉 C-Class 的内装的话 你看到这个内装你会有一种感觉 不能说它们毫无关系 只能说它们一模一样 因为整体的铺层完全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要误会 因为这一个一模一样 还是说它表现得很好 基本上你摸的地方都是软质的塑胶 看到吗 这边都是软质的塑胶 然后这边有个 Carbon Fiber 的面板 看起来层次感很足够 当然它同样的也有用有这个 绿色的氛围灯设计 整体的视觉效果是非常的炫目 中间有个非常巨大的iPad 这个iPad的显示效果不错 使用起来的流畅度也很好 这一点是我一直很喜欢 Mercedes 的地方 只是有时候你需要忙操作的话 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的冷气控制面板等等等等 基本上你都是用触控来控制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置物空间 可以放杯架 然后还有手机无线充电机座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辆车采用了双色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它的门板 你可以看到它的座椅 都是采用这个黑夹 Brow 的搭配 看起来层次感是比较丰富一点 而且其实我觉得也比较耐张一点点 除此之外 你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边旁边 它这个座椅的控制其实是用触控的 并不是按键来的 你的手指需要放上去 你就可以控制这个座椅的高低前后 这个科技感还蛮足够的 另外因为这辆车是CBO车型的关系 所以它还有这一个冷气的通风座椅功能 这个内装设计 如果是满分10分我会给到8.5分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子的内装设计 大家看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前面已经调整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坐姿 后面的这个空间表现还有两个拳头多 我觉得还是OK的 只是因为这辆车是4MATIC的关系 它有一个传动轴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图写面积很高 然后它同样还是保留了这个机器人脸的冷气出风口 然后下面 诶 竟然没有USB哦 不是吧 这辆车竟然没有USB 是我没扫还是什么原因 它真的没有USB哦 但是冷气出风口是有的 这个让我有点小surprise 然后呢大家清醒一点 这个柏林之音的音响系统回归了 这辆车是有这个柏林之声的音响系统的 所以大家应该不会再有挑剔了对不对 打开这边 有一个中央扶手 你按一下 它就会弹出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呢其实 这是杯架吗 诶 发不出了 发不出了 这边有个中央扶手可以放你的手坐到比较舒服 只是哦 这个座椅 这个发泡棉的设定其实比较偏硬 你看 完全没有一点柔软度 所以我觉得坐在这个后座的乘客可能会比较疲劳一点啊 可是如果是以空间表现来讲 它的压迫感并不会重 首先头部空间还是有 你可以看到头部空间还有一个拳头这样的位置 然后后面有个比较大的三角镜 并创造了不做的视觉效果 所以坐在后座它的压迫感确实是不重的 作为一台家庭车我觉得还是合格的啦 它的安全配备系统呢就包括了一些自动紧急刹车啦 车道维持系统车测盲点侦测等等 其他的先进安全配备同样的还是在这辆车上面看不到 从这边的设定啊你可以看出GLC主打的市场是什么 主打的是很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士 所以呢它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离地高度 它给你四轮驱动系统 它给你一个比动力很强劲的引擎就是为了满足这个需求 当然你的露营Equipment也可以放在你的车里面 它支援六四分离以备的倾导 这样的设计也非常符合现在人的需求 所以GLC这两年一直都是Mercedes-Man最好卖的车款 所以大家对这个价钱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价钱好像有别的选择 你们觉得这个价钱你们会选择什么车款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GLC的简短介绍 以后新车我们一定会拍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我们的频道 订阅一下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